我心裡都逃不掉了 大家好 我是徐美珍 那在培月這部電影裡頭 我是視野阿青 就是一名培月嫂 當然培月嫂的工作就是準備培月餐 幫她照顧寶寶 有一天我的胎子特別特別多 那天都是講培月餐的東西 為什麼培月的那個律師和改革 你不要以為這些事情性 讓你會聯繫他的身心 本身很期待那一段故事就是 當觀眾看到為什麼阿青會來 是我覺得應該是最好玩的 我的這個角色也是要 就是要拿捏那個時間的那個東西 要拿捏得很好 是喜歡他的劇本這樣子 因為你看了之後會要稍微有點思考 你要稍微去想 為什麼這個東西發生 為什麼這樣子 那到了後頭你會 好像我在看劇本的時候一樣的感覺 就是 哇原來是這樣啊 就是個很大的一個包裹 就是要開著那個Mystery 就這樣開起來給你們看 好嗎 像是這樣的吧 三點半四點 有空嗎 其實每一天都挺好玩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合奏過嘛 所以不知道她會怎麼去飾演阿青這個角色 然後她也不是很清楚我會怎麼飾演斯林這個角色 每天都有給彼此不一樣的驚喜 很興奮 很想看那個結果到底會如何 我希望一個演員 當然是非常非常經典 在同時 你當時明白了 她的角色 你會也會感到憎恨 我認為這類的演員很少 我曾經看過Cynthia的工作 她是個很棒的演員 才能做到 當我們在拍攝 我非常享受自己 因為我會說 你所說的角色 你所說的角色 我會說自己 自己的故事 我當初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沒有去想說她是驚悚她是怎樣 我是以那個角色去判斷 這是非常有趣 我要去把它接好 然後把它去演好 只要她那個角色有得好發揮 我一定會接 這個劇本非常非常的好 就一定要看 一定要買票來看